第二個片尾畫面 我們看到了Uncle Rudy 讓那些保全人員看到的炸猛動畫 我知道 當時等到最後 看完這個畫面之後有點不知所措 尤其是在尿集的時候 真的就是 我看了什麼 我超想我尿尿 但其實呢 歡迎來到88言就是就這樣看電影 大家好 我是John DC的超級英雄電影 藍甲城武器上映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去看了呢 這部電影 撇除掉副品之外 都是滿滿的好品 雖然說呢 這是一部舊的DCEU作品 但是James Conn有說 藍甲蟲會被保留到新的DCEU裡面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分析藍甲蟲的電影結局 還有片尾畫面 還沒有看電影的朋友 趕快去電影院來看 再來看我們的影片喔 我們的影片會等你的 哩哩哩 爆雷金糕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頻道 我們用輕鬆娛樂的方式 分析很多電影細節跟彩蛋 尤其是迷惑跟DC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都歡迎訂閱我們喔 也歡迎進階地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旧John 一起探討生活上的經驗與想法 讓我們一起變得更開心吧 回顧一下電影的最後 外星裝甲生物Kajida 跟主角海梅雷也斯 海梅雷也斯 達到共生狀態 打敗了克拉佩斯Karapax Kajida還提醒海梅不可以亂殺人 Karapax就跑去把老闆炸掉了 所有的All Mac裝甲都毀滅 克拉佩斯Karapax在漫畫裡面是藍甲蟲的大反派 跟電影的設定不太一樣 在漫畫裡面他原本是一位考古學家 之後找到柯德企業的廢棄研究室 發現裡面有一台機器人 開機的時候 Karapax當場被電死 疑似卻莫名的被注入到這台機器人裡面 所以他就變成了 Indestructible Man 堅不可摧之人 好難唸喔 他的那個中文配音的話 就是我是克拉佩斯堅不可摧之人 很酷的就是電影裡面的裝甲 跟漫畫裡面幾乎是一模一樣喔 那Karapax的故事在電影裡面 他是在瓜地馬拉出生的小孩 某一天媽媽跟房子 被柯德企業的武器給炸毀 之後又被反派維多利亞收養 洗腦成了殺人武器 電影的最後Karapax回復記憶 想起維多利亞才是那個大壞蛋 柯德企業的武器害死了他們家人 所以呢就把維多利亞 還有整個聖甲蟲實驗室給炸掉 同歸於盡 毀掉了所有的Omak裝甲 在接受ScreenRAM訪問的時候 飾演克拉佩斯Karapax的演員 他有說 這次的電影改編很寫實 一個小孩的村莊被毀滅 從小被抓走被利用 其實這種事情在中南美洲國家很常發生 導演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視角 想把重點放在美國軍方 會干涉其他國家這塊歷史 像是跑到一個國家 讓當地的政府崩壞後 搶奪他們的資源 也是為什麼在電影裡面 我們會把Karapax 從一位考古學家科學家 變成機器人的反派 改變成了一個在美國長大 被洗腦成軍方的殺人機器 那剛剛有提到Omak裝甲 漫畫中裡面的Omak是生化人 是從大反派布蘭尼亞克 Brainiac那邊得到的奈米機器人病毒 只要用在人類身上 就會變成Omak生化人 這是由Lex Corp 跟美國國防部在研究的科技 Lex Corp 就超人裡面的大反派 Lex Luthor的公司 在電影中 Omak變成科德公司 研發出來的戰鬥裝甲 順便提 在預告片裡面 這一幕有散過Lex Corp 電影中有嗎 我去看了電影的時候 我不記得 我其實這段沒有很注意 大家有看的時候 可以幫我提醒一下 有出現Lex Corp嗎 還是那段被剪掉了呢 大戰之後 海美一家人回到住的地方 想要重建家園 沒有想到附近的鄰居們 一起帶著食物跟資源過來幫忙 就跟魔法滿屋最後的那一幕很像 看這個家庭 Glowing Constellation 順便一提 海美一家人住的城市叫做Plimera City 是DC漫畫世界裡面的虛構城市之一 像是超人裡面有大都會 蝙蝠俠住在高潭市 還有閃電俠住在中央城 這些城市呢 在電影裡面都有被提到 另外電影的一開始 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彩蛋 在漫畫裡面 海美Reyes的家鄉 原本是在美國德州的El Paso 後來搬到了Plimera City之後 在電影裡面 El Paso 變成了他們住的街道名稱 El Paso Street 海美很開心 Jenny可以來拜訪 最後終於成功的跟Jenny親親 還在褲襠沖斜的狀況下 抱著Jenny 飛高高 電影就結束了 這部電影就講了兩次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電影的最後有兩個片尾畫面 第一個片尾畫面是在 柯德莊園 Corda State的秘密基地中 傳來了一個影音訊息 Jenny失蹤已久的爸爸 泰德科德 Ted Kord 傳訊息過來 希望讓Jenny知道 自己還活著的消息 旁邊又看到 在電影裡面也有出現了幾套 不同藍甲蟲戰斧 鏡頭注重在第三件 已經不見的戰斧 所以很有可能呢 就是最後 Jenny的爸爸穿著這套戰斧 出去出任務的時候 就沒有再回來了 那如果有續集的話呢 應該是從這邊開始延伸他們的故事吧 導演在跟Yahoo Entertainment 訪問的時候有說到 他們有計畫要推出 藍甲蟲電影三部曲 如果有藍甲蟲第二集的話 除了希望讓原班人馬回歸之外 也可以看到 還沒調適自己超級英雄的身份 以及看著他跟這個外星裝甲相處 此外 還會探討更多有關於前兩代藍甲蟲的故事 或許有機會 跟其他DCU裡面的英雄互動 大家提到的前兩代藍甲蟲故事呢 我們現在就還幫大家介紹一下 三代藍甲蟲的故事好了 藍三代 電影中有提到 但是沒有解釋太多 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故事 秘密基地剩下了兩套戰斧 最左邊的那一套應該就是 Dan Garrett的戰斧 中間的那一套是漫畫第二代 藍甲蟲Ted Kord的戰斧 第三套應該就是他最新研發的戰斧 但是應該被他穿走了 漫畫中第一代藍甲蟲 是1939年的 Dan Garrett 丹·格雷特 他是一名考古學家 某一次去考察埃及法老王的墳墓時 發現了藍色聖甲蟲 剛好一被選上 就繼承了聖甲蟲的能力 有點像是月光起事 不要想我的衛生紙 怎樣 不要衝我衛生紙吧 但後來第一次戰鬥中 他受了重傷 臨死前把聖甲蟲傳給了他的學生 也就是第二代藍甲蟲 Ted Kord Ted Kord第一次出現在1966年的 Captain Adam第83集 他是一位天才發明家兼運動員 也是Kord企業的CEO 簡單來說就跟鋼鐵人非常的像 -這就是你把鋼鐵人放在那裡 -這就是人家說的 但比較特別的是 他是三代藍甲蟲裡面 唯一一個沒有被聖甲蟲選上的人 所以他沒有靠藍甲蟲的超能力 只靠了自己的智慧 跟仙劍科技 做出了一系列特別的武器 又跟鋼鐵人或是蝙蝠俠有點像 幾十年的漫畫之間中 Ted又被殺死過 又被改變時空復活了 也有版本是 他變成第三代藍甲蟲 Hime Reyes的導師 所以我們不太確定 續集會怎麼演 比較重要的問題是 如果Ted沒有死掉的話 他到底是去了哪裡 那對於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第一個推測是 有沒有可能會跟藍甲蟲的起源有關呢 意思就是說 他有可能被外星人綁架走 因為在漫畫裡面的設定 聖甲蟲是來自一個叫做 Rich 的外星人種族 他們擁有超科技跟強大的武器 好幾百萬年前 就開始亂侵佔別的星球 作為宇宙戰警的綠光軍團看不下去 就直接跟Rich開戰 打趴了他們 最後他們簽了一個和平協議 禁止Rich再去侵佔別的星球 但天生就很愛侵佔別人東西的 Rich 外星人 還是偷偷想到了一個聖甲蟲寄生計畫 他們偷偷的將聖甲蟲Scarab 當成禮物送給其他星球的戰士 讓這些被寄生的戰士 自以為自己變得很強 但聖甲蟲會慢慢的控制那些戰士的意識 直到最後用來侵佔整顆星球 這應該就是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開頭 有很多不同顏色的聖甲蟲在宇宙中漂流 然後各自分到不同星球上去 藍色的剛好掉落在地球 然後地球就出現了很強的戰士 漫畫《藍甲蟲》故事也有演到 第三代藍甲蟲的聖甲蟲 Kajida有點壞掉了 不太會操控意識 還會被海美的善良給影響 是一個會學習進化的AI 在電影中也可以看到 最後還是Kajida 阻止了海美要殺人 但漫畫裡面後來Rich 其他的甲蟲還是侵略了地球 強行操控Kajida 讓藍甲蟲跟其他的英雄對打 Blu what are you doing 這是一個很酷的事件 希望可以拍成電影 全部顏色的甲蟲站在一起 甲蟲站隊 所以DCU如果真的要延伸 藍甲蟲這個故事的話呢 有沒有可能就是常年在研究 聖甲蟲的第二代藍甲蟲 Ted Kord 他發現Rich這個外星人 真正的意圖之後呢 就跑到了外太空 還是被Rich綁架了呢 當然還有可能 就是希望可以跟綠光軍團扯上關係 像是Ted Kord 其實沒有被Rich綁架 反而是跑去找綠光軍團 然後被綠光軍團給綁架 結果就一直卡在那邊 然後回不了地球 所以才會想要傳訊息 到自己的電腦裡面說 我還沒有死 我只是跟這群綠光軍團在一起而已 有可能啊 我覺得有可能 這很酷耶 畢竟DC的新老闆 James Gunn有說 接下來會有綠光軍團的故事 所以也是另外一種 可以把藍甲蟲 加入到DCU的方式 那Ted Kord去哪裡了 第二個可能性 他有沒有可能穿越時空了呢 因為第二代藍甲蟲 Ted Kord 他在漫畫中 有一段故事是他被殺死了 而金色前鋒 Booster Gold 回到了過去 改變時間線之後 就活了Ted Kord 金色前鋒 Booster Gold 也將會在接下來DCU計畫中 會推出他的影集 他是一個從未來 回到過去的超級英雄 他跟Ted Kord 是好夥伴好朋友的關係 所以說不定 當年兩人不小心 跑到其他時間線去冒險 又或者是 說不定Ted Kord 很想要拯救他的老婆 所以請了Booster Gold 來幫忙 所以回到了過去 改變了時間線 結果他回不來了 如果會這樣演的話 也非常有趣 就跟閃電俠的故事一樣 到最後他會發現 我好像還是要讓他走 然後回來以後 哇 High妹怎麼變成黑人 哇 我在說什麼啦 啊不對 他不認識High妹 女兒怎麼變成黑人 那是玩命關頭啦 因為我覺得 很酷的就是 如果之後 Booster Gold的影集 真的出現太酷 然後是演他們兩個在 不同時工做不同事情的話 我覺得 應該又蠻好看的嘛 最好就是 希望不要跟薩薩依一樣 片尾畫面跟片尾畫面 是有連結的 可是跟電影 一點關係都沒有 等下演了 藍甲蟲2之後 然後第二個訊息就是 喔 Jenny Jenny我快回家了 對 又時間又過了兩年 你還好嗎 當然如果要拍續集的話呢 這部電影一定要賺錢才可以 目前看來 應該不會太難 因為藍甲蟲拍攝率 預算只有1.2億美金 比起近期的閃電俠2億 或是黑亞當2.6億美金 燒了很多很多 加上這次遇上了演員罷工 行銷預算應該也沒有太高 畢竟明星那邊的宣傳預算 基本上就不用了 對 他們沒有什麼宣傳 就只有把導演飛來飛去這樣子 所以如果真的要拍續集的話呢 這部電影的票房 只需要超過2.4億美金就好了 應該不難吧 對啊我自己是很喜歡看到藍甲蟲三部曲 因為他那個裝飾真的超酷 尤其他的大劍 最後來到了第二個片尾畫面 我們看到了Uncle Rudy 讓那些保存人員看到的炸猛動畫 我知道當時等到最後 看完這個畫面之後有點不知所措 尤其是在尿集的時候 真的就是 我看了什麼我超小鳥鳥 但其實呢 這一段是在致近1973年到1979年的 墨西哥喜劇 紅色小超人 克羅拉多 El Chaplin Colorado 裡面的主角就是一個 穿著紅色緊身衣的超級英雄大叔 Chaplin Colorado的意思是 紅色炸萌 這部喜劇主要是在諷刺很多的超級英雄的能力 像是超人會比子彈還要快 會比火車還要強壯 但這位紅色小超人 他的介紹是 他比烏龜還要快 比老鼠還要強壯 就是一個非常不強的英雄 難怪我們在畫面裡面看到 紅色炸模就一直出包 做什麼都失敗 所以主要這第二個片文畫面 就是在致近這個喜劇啦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喜歡藍甲蟲嗎 想要看續集嗎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突破票房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喜歡我們88研究室 就這樣看你的朋友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說到藍甲蟲大家看到我手上是什麼 啊啊啊 你覺得這超好笑嗎 這是我把他好像把他被綁住一樣 啊啊啊掙脫不了啊掙脫不了 可吉拉 可吉拉救命啊 就這樣 這是 這是還沒 哈哈哈哈 就這樣 沒有他本來是應該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玩具啊 玩具的裝裝飾啊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拆盒子 你想要玩他的話呢 就是藍甲蟲被綁架 救命啊我掙脫不了 喔他會講話喔 不同的聲音啊 這超酷的耶 耶耶耶耶耶耶 這很酷耶 那有迷你藍甲蟲 那我被縮小了 我被放大了 我被縮小了 好最酷的就是這個 我跟你講 這不太適合臉大的人 我很難過 那我現在是什麼 摔角的選手 我叫做 L Blue Beetle 可是這個你知道 我現在正在把這個稱大眾耶 他其實 這根本進不去啊 所以這個需要小臉的朋友 比較適合 那這些藍甲蟲玩具呢 是Niche Kids的 喜歡的朋友可以到各大通路去購買 或者是點我們下面的連結 我們會有連結到他們的網站喔 他這很酷耶 他還有一個大劍 可是我覺得他的劍不夠大 他不夠劍 他可以再大劍一點 他只有小劍 他的劍是小小的 他不夠劍 為什麼要長在肚子上 他可以變成 喔 有沒有很酷 好像是什麼日本動畫會有 對啊 一個臉長在 歡迎來到 正面大叔正面 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就是在藍甲蟲電影裡面 我們有看到 他們家人非常恩愛的那一段 非常團結的那個感情 其實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有被那個感情給嚇到過 我當時在國外的時候 我最嚇到的其實是 呃 跟電影裡面看到的很像 就是有墨西哥裔的人 或者是 呃 其他國家的偷渡的 非法移民 他們就超辛苦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做正規的工作 他們只能做可能餐廳裡面洗碗的啊 打掃的啊 或者是倒垃圾的 一些黑工 那這些人很厲害 因為他們非常的拼 他們就是為了要賺到生活費 然後可以供他們的家人一起過來 就跟電影裡面 海美的爸爸一樣 那我那時候看到以後 我覺得哇 這非常感人 因為這就是一個 為家庭付出的一個人啊 當然相對來說 他們的家庭也很支持這樣的人 也很感謝他 可是 你就會想到 噢換成亞洲的話 好像就不是這樣了 尤其是 如果是亞洲爸媽 在晚上他一個人坐在那邊喝酒 然後你過去跟他講話的話 絕對不會說出什麼有用的東西 他不會說出任何感性的話 他可能就說 你狗哥做了沒 好 那我先去睡了 然後就走了 你知道嗎 但他不會說這種什麼 我還沒有確定我的人生要幹嘛 比較不一樣啦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 噢叫做更不可能 在亞洲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 現在當然不可能 你不可能改變別人嗎 但是你可以改變自己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自己開始做起 加油 可是也要想啊 孩子要長大才行 不可以讓他三歲 就自己去賺錢 這樣不太好 OK還是不太好 每個國家不太一樣啦 但我覺得現代很適合 愛與包容跟支持 尤其是現代 說不定 上一代不太適合 但現在還蠻適合的 也是我們可以為了下一代 而去做的事情 真的不用想說爸爸媽媽會做 支持的話 或是會敞開心胸的跟你說一些 他們失敗的故事 不太可能 那沒有下一代代要怎麼改變 從周圍朋友開始改變啊 對他們愛與包容跟支持 對啊都是啊 永遠都是這樣 愛與包容跟支持 不要放棄啊 好啦喜歡我們就這樣 喜歡這類話題的朋友 請記得到我的個人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